人们拥有选择灵魂居住的权利 联合国大会于2019年5月28号通过决议 订定每年8月22号为国际宗教信仰迫害受难者纪念日 联合国NGO世界公民总会等超过20个团体 也在这天号召专家学者及民众 一同探讨台湾的宗教信仰及思想自由 联合国NGO世界公民总会主席瑞内博士 也透过开唱影片呼吁世界必须透过尊重才能消除纷争 Thus now is the time to develop avenues toward a harmonious world society guided by human rights and dignity for all It is in this spirit that the Association of World Citizens has raised with the authorities in Taiwan the Teichman case In 1996, the Teichman Academy was caught up in a court case The long drawn-out procedures concerning Teichman have taken time and energy from the Teichman members that should be more usefully used for the high purpose for which the Teichman was created in 1966 太基门掌門人继联合国温柔世界公民总会副主席则表示 政府与人民都要发挥良心尊重彼此 才能让国家社会和谐共存 要建立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互信关系 唯有从良心出发 尊重信仰和文化多样性 开展对话 包容不同的观点和意见 以促成个人、社会和国家 民族之间的相互尊重与理解 进而欣赏彼此并相互学习 如此才有机会真正落实宗教信仰自由 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谐与共存共荣 直播中许多专家学者对台湾政府 违反宪法、侵害人权甚至财产权而感到失望 表示应正事并解决它 否则只会遭国际批评 现在国际间对于这个太极门案越来越重视 其实很简单的事情三两下就可以处理的 为什么不处理 宪法学来看这个太极门案 最主要是要扣紧宗教信仰自由 这个财产权也应该保障 所以太极门案的相关的这个财产也是莫名其妙的被没收 做违反的这个处理 那你违反了天命 把人民的财产 52笔财产都没收了 道馆都让他荒汇二十几年了 第一个违反了天道 第二个违反了天理 第三个违反了天命 执政者必须守天道守天命 以德、治民、育民、爱民、养民 太极门这个事件经过25年 法律上也走完了 然后监察院也处理了 国际也伸远了 就是不动 因为我认为本质上 因为他们就是台湾的塔利班 所有的人权都是抗争来的 没有那个统治者 没有那个拿枪的人 会把人权施死给你 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必须要继续抗争 我们在合乎人性 人权的观念之下 去继续跟他抗争 最近阿富汗事件成国际焦点 太极门事件背后的黑手 遭学者以台湾塔利班来形容 严重侵害人权的行为 最后呼吁当局还台湾人民一个 信仰思想受保障的社会 记者荣家台北报导